说普通话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对于孩子们来说 对于这个小朋友们来说 更重要 他把这个汉语基础给打好了 那将来学习其他的知识 也是非常容易的 时间已经到了 开始吧 开始吧 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 叶子中文十字课堂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 汉字 马 虎 户 这三个汉字讲完之后呢 作为作业留给同学们 那么今天呢 我们从这个作业 开始讲起 来 你看一看 你写的 摸啊 马 这个音节 对不对 站格 对不对 标的声调 对不对 两个字母 生母和育母 中间的距离 远还是近 这个都要注意了啊 咱注意一下 这个生母 它占中格 育母 也是占中格 那么它们两个写的时候 不能分得太开 要 要写得近一点 靠得近一点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音节 第二个 吕吴 土 生母吕 育母 吴 吕 占上中格 吴呢 占中格 也是三声 前两个音节 都是三声 这三声呢 听读的时候 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说 三声咱们要作为重点 多读 多练 摸啊 马 特务 土 第三个音节 博物 布 博物 布 生母 波 育母 物 生母站 上中格 育母 路 占中格 声调 大家看一看 都是在上格 标注的 所有的声调 都是在上格 它都占上格 这三个音节呢 分别对应 三个汉字 那么第一个汉字 马 马路的马 第二个汉字 土 泥土的土 第三个汉字 不 不是的 不 好 这是上一节 我们讲的内容 那么 接着 还有一张图片 这上边的知识呢 是 死祖 跟 音节 要连线 我 我 会 连 我 会 连 我 指的 就是 朋友们 指的是大家 谁来做这道题 就是指谁了 会 就是说 你 这个音节 你掌握了 能把这个音节 跟下边的词语 连起来 连 就是连线 用一条线 把音节 和词语 连起来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音节 第一个音节 是 土地 土地 那么看看下边的词语 哪一个是土地呢 好 第二个 有一个汉字 土 就是上一节 我们学过的 那么第二个词语呢 是土地 就把音节 和词语 连起来 第二个音节 第二个音节 阿 大 摸 以 米 大 米 我们找一找 还有两个词语 哪一个词语 是大米呢 如果说 有的小朋友呢 他的汉字量 太少 那么 其中有一个 应该是认识的 好了 那么 第三个词语 就是大 米 把第二个音节 和第三个词语 连起来 第三个音节 食物 树 注意 这里边的 食 生母 这个生母 食 是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学到的 一个生母 所以说 这道题呢 就是 超了范围 超了范围 食物 树 脱仪 皮 树 皮 那么毫无疑问 就是 第一个词语了 来 跟着老师 一起来读 先读 这个音节 再读 词语 一个读 两遍 老师给你留下时间 你跟着老师 一起读 土 土 土地 土地 特无土 得意地 特无土 得意地 土地 土地 第二个 第三个音节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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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 坡 一 皮 坡一 皮 树 皮 树 皮 词语 树 皮 树 皮 好了 这是上一节课 我们剩这两部分的内容 没讲完 那么接下来呀 我们就 来看这一节课 要学习的内容 这节课 我们要进行一个复习 也就是说把前面我们学过的拼音宝宝放在一起进行一个总复习 总复习 那么什么是复习 就是把之前的这些拼音字母放在一起 我们看看还认识不认识它 能不能把它读出来 知不知道它所站的四线 在四线三格中所站的位置 这样的学习就叫做复习 好 那么复习汉语拼音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认识四线三格 要认识四线三格 顾名思义 四线三格 指的就是四条线 三个格 来 我们来数一数 第一线 最上边的一条线 就叫第一线 接着 是第二线 再往下数 是第三线 最下边的一条线 是第四线 有这四条线 就组成了三个格 这三个格 从上往下 分别是上格 中格 和下格 关于四线三格 有一个书写的儿歌 听老师读一遍 有一个总体的印象 然后呢 再跟着老师 一句一句的读 书写儿歌 拼音格 四条线 拼音字母 住里面 住上格的 布顶线 住下格的 布贴边 中格 写满 顶 两边 好 跟着老师 读一遍 书写儿歌 书写儿歌 拼音格 四条线 拼音字母 住里面 住上格的 布顶线 住下格的 布贴边 中格 写满 顶 两边 好 我们 看着图 再来说一遍 拼音格 四条线 你看 一二三四 四条线 那这里边是干什么的呀 拼音宝宝 住里面 住上格的 不顶线 咱们来看一下 你看 在上格的 比如说这个坡 不能顶着第一条线 风 上边这部分 右弯 这个弯 也在上格 也是不能顶着第一条线的 再看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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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属于这种情况 都属于这种情况 这是 柱上格的 不顶线 柱下格的 母贴边 我们看 我们看这里边呀 有两个 拼音字母 是这样的情况 有人说 歌 这个歌呢 还没有学 但是 它的情况 就属于 下半部分 在下格 在下格 写的时候 不能贴着 第四条线 还有 一个拼音字母 G G 它下格的 竖 左 弯 也不能贴着 第四条线 这是 第二句 然后 住中格的 要顶着 第二条线 和第三条线 咱们看一看 摸 两个门洞 摸摸摸 它是 站中格 这个拼音宝宝 住中格 上边要顶着 第二条线 下边要顶着 第三条线 生物 一个门洞 它也是 住在中格 上边 贴着 第二条线 下边 贴着 第三条线 这是我们学的 书写儿歌 好了 下边请 朋友们跟着 叶子老师 一起把书写儿歌 读一遍 书写儿歌 拼音 拼音格 四条线 拼音字母 柱里面 柱上格的 布顶线 柱下格的 布贴边 中格 斜满 顶两边 你记住了吗 来 给大家 五秒钟时间吧 咱把 这首儿歌 自己读一遍 可以开开音频 可以把你的脉打开 读一读 也可以自己 默读 小声读也可以 书写儿歌 拼音格 四条线 拼音字母 柱里面 柱上格的 布顶线 柱下格的 布贴边 中格 斜满 顶两边 你把这首儿歌 记住了 在以后的书写当中 你就不会出错 就照这样一个规律来写 好吧 那么 接下来 我们 再分享一个 PPT 这个PPT呢 是 四声 关于 这个拼音的四声 关于拼音的四声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拼音的四声啊 老师 录了一个音频 请 请 朋友们 跟着这个音频 一起 来读 一声 二声 三声 一拐弯 四声 一声 拼高 拼又拼 二声就像 上山拼 三声 下拼 右声 下拼 拼 一声平,七和阳,二声阳,阳和阳,三声阳,三声阳,四声向阳,四声向阳,四声向阳。 OK,这是这个音频,声音小了一点,因为我这儿的条件不具备,声音小了一点。 那么下边呀,跟着叶子老师一起来把这个声调读一读,咱们就以单育母阿为例。 好,一声平,阿,二声阳,阿,三声拐弯,阿,四声匠, 再来一遍,一声情,阿,二声阳,阿,三声拐弯,阿,四声匠,阿。 先听一遍,一会儿老师要提问的,阿。 再变一种方式来读,一声高高平又平,阿,阿,阿。 一声高高平又平,阿,阿,阿。 二声就向上山坡,阿,阿,阿。 二声就向上山坡 三声下坡又上坡 三声下坡又上坡 四声就向下山坡 四声就向下山坡 啊 啊 啊 OK 咱到这儿 是一个小节 那么请朋友们举手回答问题 咱来把这个读一读 先读这张图片上的 万宏老师 有人举手 非常好 来 几首快试 一声行阿 二声羊 二声羊阿 三声拐弯 三声拐弯阿 四声将阿 非常好啊 他后边这个四个四声调读的都非常准确 只是前边的这个汉字 有的他没有掌握 咱这样子啊 叶子老师读前边的汉字 你呢 接着叶子老师的话 读后边的四个声调 好吧 来 再来一遍啊 一声平 平阿 二声羊阿 三声拐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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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三声拐弯阿 四声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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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声羊阿 二声羊阿 三声拐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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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下再上 阿 阿 阿 有点像了 有点那个意思了 再来一遍 阿 阿 阿 非常好 三声拐弯阿 三声拐弯 听叶子老师读的是 三声阿 三声拐弯阿 阿 四声羊阿 阿 棒棒的 像一个小朋友 我来哟 开始 叶子老师开始了 一声平 没有吗 没有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好吗 大家齐声 大家一起来 一声平 有 好 有了你就来 一声鸡 二声羊 三声拐弯 四声匠 我必须把掌声送给你 说得真好 好了 接下来咱们往下学习 一声高高平又平 大家一起来 一声高高平又平 二声就向上山坡 二声就向上山坡 三声就向下坡又上坡 三声下坡又上坡 四声就向下山坡 四声就向下山坡 OK 这张图片有一些难度 来咱们来一起学习 认真听老师读 一声平 鸡和鸭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鸡 小鸡的鸡 它是一声鸭 小鸭的鸭 它也是一声 你看鸡鸡 鸭鸭鸭鸭 都是平平的一声 一声平 鸡和鸭 一声平 鸡和鸭 看第二句 二声羊 狼和羊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狼 它是二声 鸭鸭狼 二声一 一声羊 羊 二声羊 狼和羊 三声拐弯 狗和马 狗 马 鸭狗 看看 马 三声拐弯 狗和马 四声下降 兔和像 可恶兔 可恶兔 小白兔的兔 七岸象 象 大象的象 这个象 你看着这个音节这么长 这到后边的时候我们要学到 这是一个三心音节 在这儿老师点一下就行了 七岸象 大象的象 可恶兔 白兔的兔 再来一遍 一会儿老师要提问 慢一点 再来一遍 OK 来慢一点 一声行 鸡和鸭 二声羊 狼和羊 三声拐弯 狗和马 四声下降 鸡和像 好 老师读一遍 小朋友们来读一遍 一声平 鸡和鸭 二声羊 狼和羊 狼和羊 三声拐弯 狗和马 四声下降 腹和像 鸡 鸡 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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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喳 狗 鸭 狗 狗 狗 鸭 鸭 兔 鸭 兔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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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自己来一遍吧 有举手的吗 来这样子啊 叶子老师读医生评 你们来说 鸡和鸭 大家一起来好吗 大家一起来啊 因为这个有难度 另外这个里边好多音节 都是我们没有学过的 咱们在这儿 只要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就行了啊 一声平 鸡和鸭 二声羊 狼和羊 三声拐弯 狗和马 马 四声下降 四声下降 不和向 来 再来一遍啊 鸡 鸭 鸡 鸡 鸡 羊 狗 鸡 鸡 兔 像 好了 叶子老师呀 不为难小朋友们 因为这里边好多都是我们没学过的 好 我们看最后这张图片啊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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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声调 我听见有的小朋友已经读出来了 再来一遍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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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来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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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儿 接着我们再分享下一个课见 好了 嗯 咱们今天呀就是要把前面学过的来进行一个复习 起名叫复习一 好了 咱们看一下这张图片 前边呢 第一行是六个单 叶子老师 想让你来读一读 第一个 好了 OK 你们读过了 把嘴巴闭上 好吧 小朋友们 嘴巴闭起来 新叶子老师来读 注意 单育母读的时候跟生母是不一样的 单育母要读的 注意点 长一点 听 啊 哦 呃 伊 这是六个单育母 来跟老师一起读一遍 啊 哦 哦 呃 一 乌 鱼 第二行 生母 不 不 不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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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乌 好 这是之前我们学过的六个单育母和十个生母啊 十个生母 我会读按照顺序你能读下来如果说不按顺序你能读下来吗咱来试一试啊增加一点难度 好 好 第一行 第三个 你试一下还能读出来吗 第一行第三个 我给你标注一下啊标注一下你就知道了 呃 哎 这个是呃 非常好 第一行 第一行第一个 啊 再看最后一个 嗯 第二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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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容易发错啊 一 一 一 好 非常好 第二行不按顺序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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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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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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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母一 第二个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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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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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孩子读得非常好 那接下来 叶子老师要给你 加一些难度 我画一个圈 你给我读一个 好吗 好的 第一个 这个 no 应该是 咱来找一找 找一找 你刚才读的 就是这个 OK 那个 第二行第二个 拖一下 拖 拖 又轻又短 好 这个 非常好 第二行最后一个 你真棒 第三行 第二个 好啊 还有人举手吗 再来一位小朋友 来读一读 还有 也可以 我发现 我发现大朋友 没有小朋友 回答问题积极 咱来 来个比赛好不好 大朋友也要回答 来 还有人举手吗 有人举手 咱就 继续来提问 有吗 没有了 有 我再给他开 麦克风 他不打开 好的 来 开始读吧 他还是不打开 麦克风 不愿意打开 麦克风 就是有点害羞 那就在下边读 好不好 自己在下边 好好练 别人读的时候 你也可以读 老师读的时候 你也可以读 好了 那咱就分享 下一张图片了 我要读 你要读 你就来读 OK 开始 阿 吴 吴 以 吴 于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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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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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凱 读得基本上是正确的 有一个 就是单玉母 我,第二个,啊,第二个。 别慌啊,我把闹路关了。 讨厌的。 好了。 好了,关掉。 我们接着来啊。 刚才是分享到这儿了。 走到哪儿了呀? 刚才就是这个,第二个,单育母。 哦,啊,哦。 不能堵成, 呜, 堵成呜就错了。 应该是,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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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哦,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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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确的。 下边声母, 要轻一点, 短一点。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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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得, 呢, 了, 一, 呜, 呜, 。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咱不再提问了, 接着下一张图片。 好, 咱看这张图片,啊, 这张图片呀, 有几个四组,啊, 四组容易混淆的, 容易混淆的这个字母。 比如说, 第一个, 第一组,啊, 第一组, 一个是, 呜, 一个是, 得, 这两个声母呢, 第一个是, 右下半圆,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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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呢, 是, 左下半圆,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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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右下半圆, 一个是左下半圆, 波, 写的时候先写数, 再写右下半圆, 我写大一点,啊, 我写大一点, 大家看一下, 先写数, 再写右下半圆, 就是波, 啊, 那么, 呜呢, 他的第一笔是, 先写啊, 左下半圆, 再写啊, 数,啊, 这是他俩的写法不同, 这个样子也不同, 第二组, 第二组, 是, 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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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第一个, 吼, 它是, 右弯数, 哎, 先写右弯, 再写数, 然后, 一横, 那么, 第二个呢, 它是, 先写, 树, 再写右弯, 然后, 是一横, 区别就在这儿,啊, 区别在这儿, 吼, 先写右弯, 再写数, 吼, 是, 先写数, 再写右弯, 他, 这两个呢, 都是站上中格, 好, 我们看第三组, 一个门洞, 吼, 两个门洞, 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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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呢, 一个门洞, 它占中格, 解写数, 左弯数, 那么, 吼呢, 它是在, 吼的基础上, 再加一个, 左弯数, 就变成, 吼了, 啊, 好了, 那么, 第四组, 第四组, 是, 吼, 和, 鱼, 啊, 吼, 和, 鱼, 吼和鱼的区别呢, 就是, 两点的区别, 啊, 就是它头上两点区别了, 吼和鱼, 吼, 占中格, 鱼呢, 占, 上中格, 就是它头上的两点, 要写在, 上格里边, 那么, 吼呢, 是占中格, 好, 咱们, 看一看, 它正确的写法, 看一看, 正确的写法, 好了, 我们看这张图片, 啊, 这张图片, 咕, 呃, 嘟, 又下半圆, 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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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小圆, 最后一个 在乌的基础上加两点 注意这两点不要写得太开 不要写得太开 要靠近中间一点 而且是写在上格里边 这是我会写 这些字母呀 你不光要会读 会认会区别 还要会写 要知道它在四线三格中的位置 要知道它在四线三格中的位置 好咱们看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呀 一会儿老师要找朋友 起来读一读 看看读读 看看读读 看什么读什么呢 看就是要看图 看看图上画的是什么 读就是要读音节 你看看这个音节呀 咱们从第一幅图开始 第一幅图画的是 喇叭 对 画的是一个小喇叭 看看这个音节是怎么读的 没有标声调 没有标声调 它就是轻声 第二幅图 这是一个木梯 是一个木头做的梯子 叫木梯 咱们看一下 音节是怎么读的 木梯 特一梯 木梯 木梯 特一梯 木梯 第三幅图 哎呀 这是一件漂亮的衣服 整体认读音节 一 丰 不 轻声的 啊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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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最后一幅图 这是一个瀑布 啊 你看还流着水呢 瀑布 这两个音节呢 后边的育母 都是 前边的生母 是不一样的 要区分开了 第一个是 破 物 瀑 破 物 瀑 破 物 好了 跟着老师再来读一遍 然后老师要提问 喇叭 喇叭 乐啊 喇 不啊 吧 喇叭 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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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衣风布风布衣服衣服 捕物铺捕物铺捕物布 捕物布铺布铺布 好了接下来我要提问了哟 谁先几手 我看看谁是最勇敢的 有吗 稍等我给麦克风打开 OK 好的 好第一个 我给你画线 画哪一个 你读哪一个 好吗 OK 第一个 阿 勒阿 勒阿 喇 巴 不阿巴 不阿巴 喇叭 喇叭 对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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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是不会 喇叭不会讲话 啊 这儿的喇叭是不会响的啊 好看第四个 俩 还畏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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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叭 這個有難度,不好讀,第一個是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讀對了,兩個聯起來讀 不,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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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非常好,第三個 第三個 一 對,它是一個整體讀音節 第二個呢,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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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聲 衣服,衣服,衣服,衣服 好,非常好,第四個也讀一下吧 這個,畫圈這個 畫圈這個 木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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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非常好 還有人舉手嗎 再來一位 還有一位小朋友 稍等啊,我打開他的麥克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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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打開了 請說話吧 打開了,咱就開始吧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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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二個 把圖片點掉了 木漆 第二個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 木漆做的 木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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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衣服 三個讀的都不錯 就只有這個木漆 再來跟老師練一練好不好 木漆 向老師讀 木漆 木 � remotely 木漆 現在我們 那些人 肉們自己讀一遍 从来把这幅图片上的内容再来区分区分 因为这个很难区分 好多都分不清 所以说在这儿老师再重点的讲一讲 我会写 我会写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会读会认的基础上 还能把它正确的写在四线三格里边 有难度 首先要会认 你认识它 还在会读 还要会写 好第一个 第一个 波波波 右下半圆波波波 好第二个 这个是左下半圆 左下半圆 第三个 散柄朝上 第四个 散柄向下 散柄向下 散柄散柄向下 第五个 散柄向下 一个门洞 散柄向下 两个门洞 摸摸摸摸 第四组 乌 雨 它俩的区别就在头上的两点 多两点就是雨 没有两点就是乌 好了 下边我要找小朋友 举手来读一读了 还有三分钟时间 小朋友们 大朋友们 抓住金玉哦 再来练一练 好吧 有人举手 有人举手 来读 好 咱这一次按信息来 第一个 摸 第二个 得 第三个 摸 第四个 得 第五 摸 第六 摸 第七 摸 第八 员 哎呀 你太厉害了呀 小朋友 真的是太厉害了 超级棒啊 超级棒 谢谢老师 还有举手的吗 谢谢老师表扬我 不客气 你值得表扬啊 你读得非常好 所以老师必须表扬 来 你跟着老师读一遍好不好 好 老师 老师读你也读啊 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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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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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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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孩子 你学习的态度非常认真 老师也给你点赞 好了 今天呢 今天咱的课就上到这儿吧 好不好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这一个小时过得真快啊 咱们下周再见吧 叶子老师再见 谢谢 谢谢叶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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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不客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